习近平乘坐的专机进入缅甸领空时 两架缅甸战机升空护航 习近平抵达时 缅甸第一副总统敏锐率多名内阁部长 在咸梯旁热情迎接 缅甸少年儿童向习近平献花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向缅甸政府和缅甸人民 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两国人民包拨情谊深厚 建交70年来 中缅秉持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 不断取得新成果 我期待同缅甸领导人 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共同传承包拨情谊 密切全面战略合作 推动中缅关系 迈上新台阶 进入新时代 丁薛祥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等 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 也到机场迎接 身着各民族传统服装的 缅甸青年家道欢迎 礼宾分裂红地毯两侧致意 当地艺术家和大学生们 表演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传统歌舞 缅甸青少年 挥动中缅两国国旗 表达最诚挚的欢迎 习近平微笑着向他们挥手致意 习近平车队离机场前往市区 机场大门上方悬挂着 写有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访问缅甸 缅甸联邦共和国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阁下 致以崇高敬略的红色彭扶 习近平巨幅肖像 习近平巨幅肖像和写有 中缅包裹有意万苦成青 中缅友好合作 不断发展的巨幅标语 格外诚意 当地民众在歌在舞 青年学生挥舞两国国旗